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开也可以讲 公开应该买什么股票 他说他有执照 可以公开讲 这样的话 因为你知道我帮着香港汇丰银行的管钱吗 汇丰银行在6月29号融了一笔钱 叫香港策略基金 在五天内融了12亿美金 就是用我的名字在香港 就是香港这么多妈妈带的零售 然后我们提前关闭了 然后你就想 我肯定有这执照 没知道乌克利得到香港证监会批准 也不可以在香港市场上融资的 这是我第一次管一个私募基金 不是 我说错了 我职业是管私募基金 但是这我第一次管一个公众的基金 就是说老百姓的钱拿来我这里管 然后咱们作为北京来的香港人 也要给香港人做点贡献 以前我不是都给老外管钱吗 对不对 我自己也有心结 就是说我在香港这么好的风水宝地 我应该给香港人做点贡献 所以这是我的原始的初衷 但是说到这股票 我觉得不能不提中国最近的崛起 就是说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乃至中国这种富翁的崛起 因为你看网上这纷纷扬扬 各种的咨询媒体都意识到了 中国的百万美金富翁的速度 增长速度 这有个数字 波斯顿的咨询公司 30号发布全球财富报告 中国内地现在拥有百万美元金融资产的家庭数量 已经从2001年的12万4 上升到2006年底的31万 就是现在中国30多万上百万美元 对 那就是七八百万 这个已经其实把真实的情况都已经掩盖了很多 还不止 你没法考虑房地产 还有没法考虑在资本的时候向下的 就是说投资股市的 还有海外的投资 对吗 这些都已经算不出来了 你觉得具骄傲是吗 我是认为中国的这个崛起 其实我是相当骄傲的 因为我本身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产物 对吧 我们这代人是差不多的 受益人 受益最受益的 谁摆旗帜举的高高的 标新立异的 开创史无前例的 就是邓爷爷 因为你很简单 邓爷爷我记得非常清楚 我读了他的东西读了很多遍 因为他是帮我们重新在世界上站起来的 就是他说了一句话 在2004年他的100周年诞辰的时候 我记得特清楚 他说呢 要把中国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 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做一个富裕的国家的公民 我就仔细琢磨这句话 现在中国人扬眉吐气了 刚才我还跟你调侃 就是说这个原来北京人在纽约是如此的悲观 是如此的地位坎坎 悲悲惨的世界 现在中国人怎么样 这个报纸已经说出来了 中国人现在的地位在世界上 包括这种百万富裕崛起 包括股市的崛起 包括中国新一代的理念 做生意理念的崛起 商人的崛起 所以我觉得邓爷爷有指导性的意义 所有的理论我认为 都应该好好参照他仔细学起 对 我觉得邓爷爷从根本上也改变了我 你看他说的什么理念 我过去什么时候爱看这种财经 你看他刚才说这些 我虽然听不大懂 我现在发现天一毛病 我听着就高兴 兴奋 明年 财富的增长 我给你说 就是几何图 真是一银 你知道吗 明年凤凰还要办什么财经节目 我现在就是这样 你看我看报纸 我居然也看财经版 其实也看不懂 但是看着高兴 哎呀 就是 你有关系吗 你有投资 今天说港币 你知道吗 就原来说港币 我提坏了 就比人民币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我看今天大报纸出来了 说港香港什么叫 捍卫港员地位 捍卫港员 金融管理区 有热钱来买 五度什么入市干预 就是要保护联系汇率 就是现在港币又往上走 没错 是吧 港币往上走 因为他是被迫的跟美金挂钩 被迫的被拉下去的 美金是贬值 说不定有一天如果 发生最恶劣的情况 美金就是一张白纸 一张废纸 根本就不值钱了 所以文道 我觉得您是不是也得参与一下 现在真的这能挣笔钱 人家说就这一两年的机会 可是我对工作 有一个特别的看法 就是 我 其实我一直都在看这些东西 不得不看香港每一个人都超过 没错 因为你要研究 比如说整个社会世界的运作 你不能不理解 这个金融产业 它的结构是怎么样 它怎么样在运作 可是问题是我一直都没有兴趣 去做这种投资 任何的投资 你对钱没有兴趣吗 对钱的兴趣是有 但越来越淡 坦白讲 第二呢就是 他是一个文人骚客 骚客 第二呢就是 我对工作有个很特别的看法 就我总觉得我的收入 是应该来自我的工作 就是我 我做了一些多少 我做了多少事情 我就拿多少 是这么一个想法 我原来跟你一样 但是最近咱们不是找着刘央 党中央了吗 我爸本来就像中央的央 他说我们都算文盲 现代文盲 对了 我给概括出来了 怎么叫现代 就说现代文盲的概念 就是说你作为现代人 在现代的这种 globalization 就国际化的进程 加速发展 而且中国在不断 结起的这个过程中 你要想活得精彩 活得舒服 不再说钱多钱少 就是怎么把你的钱 最大值得到发挥 就是理财的概念 其实股市 就是投资 就是理财 这是一条龙的 那现代文盲的概念 我总结出来 就是第一 你如果不配计算机 computer 对吧 这就不用讲了 你这怎么沟通呢 上网 互联网这个优势 你就没法的被你所利用 你就脱节了 现在这年轻人是吧 一套一套的 这是一个 什么QQ这个 QQ那个咱都不懂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 这个你要不懂理财 这样呢 你的财富呢 就不能在你有生之年 如果你单纯为了工作 你就不可能呢 达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因为别人懂理财的话 他的财富的增长 就跟你完全不是成一个比例 你不理财 第三 财就不理你 没错 你说太对了 你先要理解这个 现代的人就是 真的不在乎挣钱多少 就是你对钱的理解 然后你怎么摆你的收入 你的钱 合理中国大事的认识 然后呢 你要学习 每个人都要学 因为这是新生的东西 第三 这就针对你了 对 就是说据说你这个英文的水平 比你的这个表现出来的 对 英文比中文那个强多了 因为要不你 英文不会 这就是你的死血 这就是现代文王 第三就是英文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因为毕竟英文 还是一个国际语言 中国的这个在不断的结起 跟将来可能就两种语言并行 就是英文和中文在全世界 但是你听说了吗 但是你听说了吗 说现在西方人都讲 money是讲普通话的 没错 没错 全世界的热钱都往中国流 一会咱说这热钱的事 QDI QFI 这就比较专业 你又开始过来 对对对 但是肯定你要想问我这个 咱谈专业 咱们就 就觉得比较枯燥 就是什么呢 先说这三战文盲 第三个就是英文 我就觉得你要英文学的好 其实呢 你呢 美国那个最棒的那个 哥伦比亚广播台 应该请你当 talk show 的最大的主持 Winnie Albert算什么 对不对 对对对 什么意思呢 就说你这些 你有点像吗 我说胖点 没有没有 瘦多了 但是我比他白多了 现在游泳 对对对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三点 你要想成为 你有一个比较 有尊严的生活 比较 decent life 你应该是有这三点 七倍的 但是有两点 也可以了 但是这三点 你要一点都不具备 你的生活就比较 比较 你知道吗 文道 你不就没有尊严 你就卑贱的人 我本来就是 不一定是 我本来就是 我不是这个 他内心世界是极端的丰富 对对对 但是呢 就是说他到了这个平台上 因为香港是一个什么社会 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 那明显的呢 他这个理论呢 就要被反复的验证好几次 什么意思呢 他跟他的共同语言 就跟这些人 有这种现在 就是有现代技能的人 好 咱们先 共同语言就少了些 咱们先去广告 回头这说 到底该买哪个股票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真的 这个说这个全世界的热钱呢 对 我现在发现世界首富 你知道吗 已经不是比尔盖茨 对 是印度人 叫安巴尼 对 安巴尼怎么 一下子成了世界首富 就是欧美的热钱 注入印度 他那个公司 这个也是股票嘛 哗哗哗哗哗 一下子 多少亿啊 这说的 市值 市值 成倍的 632亿美元呢 是你刚刚说这个 前是讲普通话的 现在也讲第二种话 就是印度的各种语言 对 对 印度方言 因为印度 现在已经被很多人认为 就是中国之后 第二个追上来的 这么一个 所谓金砖四国里面 真的能够追上来的 就是他吗 对 他规模足够大 但是我觉得跟中国比吧 他另外一个层次 差的很多年 是吗 因为今天 咱们来不是谈中国吗 对 我觉得这个热钱 追逐中国呢 是绝对是有道理的 因为钱是认 是有眼睛的 对吗 钱是长眼的 那当然了 开玩笑嘛 所以呢 这个钱 为什么来中国呢 主要是大事 咱们不说这GDP 人均GDP增长 这次胡主席 其实你仔细 那个政策里面说的很清楚 从2000年到2020年 中国的人均GDP要翻两番 什么意思呢 当时是900块 人均GDP 到2020年是3600美金 就这个幅度增长呢 其实呢 就是说你看 现在这种增长法 是远远超过 他们的这个目标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现在经济呢 已经是 不是一种因素的刺激 是多种因素 就是有什么 有外国的钱 有国内的钱 有国营企业 有民营企业 有私营企业 还有合资企业 这不是都允许多种 经济并存了吗 所以说很多这个 这是非常有动力的一种 说中国经济 是非常有动力的 有前景的 因为你 咱们叫前途嘛 你不能光看钱 还要图 就是中国的这个 经济增长 迈让了这个步伐 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 但是前一天 就是说你的这个财富的积累吧 是超过任何国家 在这个世纪 就中国的崛起 这个世纪 因为我听到那么一种说法 说赶快就文章 赶快去买股票 中国挣钱 就这一两年 说什么2008之后 就挣不了这钱了 所以这是 文章 连你都知道2008年以后 股市怎么怎么样了 那你以为我们没有准备吗 是吗 那个我觉得是因为 大家都把奥运那个事啊 看的就是好像中国决定 任何事情都看在那上面 其实不是这样 我觉得将来会 中国这个发展的趋势还是会继续 但是问题是中国只是会出现一些社会问题 那些社会问题怎么样反过来影响经济 这个才比较严重 比如说什么社会 像我们刚刚讲这个 贫富差距 对 比如说拥有一百万美金资产的家庭 已经很多了 三十多万 三十多万 大概是全国家庭的千分之一左右 以前还一个都没有 对 但是问题是他们掌握到的资产是全国的一半 那么就是这一类的问题 比如说最近我们都知道通货膨胀很严重 那么一般老百姓生活怎么办 没你看到那么严重 对 像他们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 那么将来这个经济的内部 因为你如果贫富差距很大的一个社会 经济是能发展 但是他这个持续的动力 下去会怎么样 就会出现疑问 比如说二十世纪早期 有一个国家曾经表现的 就是让大家都吓一跳 大家就觉得这个国家有钱的不得了 那就是阿根廷 当时的欧洲人都流行一句话 说这个人有钱 形容一个人有钱 就说他是个阿根廷人 结果后来阿根廷就垮掉了 就是他的贫富差距太大太大 我觉得你拿阿根廷这个例子跟中国比 这个比较悬殊 你提的这个问题 贫富差距的问题是一个非常极端的 那哪个国家没有贫富差距的问题 阿联 阿联 阿联酋有没有 美国有没有 日本有没有 就是你在经济飞速发展的这个过程中 这就是邓言言已经说来了 每个人先 你先把你自己搞定 先把自己钱挣了 你再考虑别人 所以说咱们是全民发财 致富的 我怎样一本负起来实现小康 但是那我相信哪个政府也没有聪明到一 这个这个把这个贫富方案 解决 别的国家没有吗 发展了一百年了 五十年了 还是有很多穷人 所以这个应该你谈这个问题 应该是政府的问题 什么政府复了以后 他应该怎么把穷人 照顾穷人建立一些医疗保障制度了 和这攀身这个制度 但是呢 这个大方向是什么呢 就是说邓爷爷讲这个 你要仔细理解他的意思 邓爷爷就说 让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要成一个富裕国家的公民 中国以前三座大山 我们现在终于翻身了 扬眉吐气了 多少上下五千年 多少劣势潜伏后继 其实就为了今天 你翻身了 但是广大农民呢 还有很多人 他还没翻身呢 是啊 你这个问题是社会问题 没错 但是前提条件就是说什么 邓爷爷说的 事实上先让一部人富起来 否则的话 每个人都翻不了身 都是水深火肉 然后你说的那个问题呢 永远是现实存在 因为什么呢 总是有人学历高一点 聪明一点 机会好一点 有的人就差一点 所以又回到理财的 邓爷爷的干孙女 我不见到 我不见到 理人说 情况就是 没错 的确呢 这个贫富差距 任何社会都存在 在任何社会的贫富差距 它发生的状况 它的背景都不一样 所以它的严重的程度 也不一样 今天中国贫富差距的程度 在世界上是名列前茅 跟印度差不多 可是问题是呢 中国的贫富差距呢 中国的联合国人口 这个人口发展基金 然后呢贫富中国的贫富差距呢 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它呢 有个独特的社会背景 因为中国过去是社会主义国家 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呢 一下子急剧转化成现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之后呢 从一个过去讲究平等的意识形态 到现在大家追求致富呢 这情况下出现贫富差距 社会格外会容易出现问题 这跟一个你向来 比如说像英国啊 其实也有很多的贫富差距 对不对 但英国呢 它向来是资本主义社会 所以它有一种自由的意识形态 它觉得说 哎呀 我有钱没钱 那是我自个的事 这个跟政府没有关系 或者跟社会没有关系 它可能会有这个想法 那么所以中国这个意识背景不一样啊 我觉得会带来的结果不一样 而且呢 这个解决的事情 我想两句行吗 干脱娘 行 我是说 咱也甭说贫富 我觉得我有一个感觉啊 就是小民吧 就一般小老百姓 你比如说那天我们的公司一司机 我跟他聊天 我还不买股票啊 他说我等股灾呢 他是香港人 他说你看 十年肯定得有股灾 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股灾 他说你股市涨涨涨 你早晚有一天 就会会跌啊 所以股市的股市 我们的感觉是好像 你比如说你是做大基金的 好多特有钱的人委托他理财 对吧 我们老觉得 这世界上都是一些少数人 他们在操纵 你看那周正义是什么罪 就是造势啊 什么什么 这个制造 操纵证券价格 我们常感觉到 你说的那都是特别特出的 极端的情况 我们老感觉 全世界哪个股市都有 我们是跟在这个大头后头 啊 要运气好 知道为什么 你先扫毛 第一 第二 你先对中国经济前景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看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人都说bubble 对吗 说了好多bubble 说bubble多容易啊 首先你要定义什么叫bubble 哪个方面的bubble 什么造成的bubble 可以谈十天十夜 因为没有人见过如此 中国的现在这种大牛似的 我们叫投资大时代 这是我创造的词 叫投资大时代 中国经过了20年30年代 这50年的积累 现在这平台上到了一个平台 我们讲究经济周期 你一定要谈周期 中国的现在就就是全民致富 这是咱们的更年期 Fundimantle Fundimantle 这个更年期是往下走 咱们这是婴儿 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 是吗 刚刚兴起 刚刚崛起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说的那个穷国复国的概念 你先到了复国以后再说 以前穷的时候 你根本就没有尊严 跟人家不能在一个层次里谈话 要去广告 广告之后再说 到底该买哪个股票呢 强强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说了半天别的 但还是说 到底要买哪个股票 当然它是股权 但不能代表凤凰立场 我也不知道说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 跟你交流一下 我的一些小话 是哪个股票来着 股票肯定要讲 马上说 但是呢 决定牛市的三个条件 中国现在全具备 第一就是Fundimantle 基本面 公司的盈利 第二叫Momentum 人气 第三就是资金流动量 对 这三点啊 前提条件都具备 这个股市 如果这三点 同时发生作用 这个股市就一定升 中国在过去的 如此这么长的时间 这三点没有集中起来 为中国这个股市工作过 所以呢 这个three sectors 这three sectors 全部pointing 就说我们只向一个牛市 而且这个牛市 我看五年十年没问题 OK 现在回到各股 最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最近这个沸沸扬扬的 讨论的最多的股票 叫中国神华 中国神华呢 从它的产量和储量来讲呢 在中国是第一 亚洲第二 世界第三 就是说这个 就是它的产量和储量 那这 关系到它这个盈利率的问题呢 就没那么多 因为中国它60%的合同价 40%的呢 是那个市场价 我们叫spot price和contract price 回到这只股票来讲 这个UBS 有一个亚洲非常有名的 做mining 就是矿业的专家 这个人是马来西亚华人 他把这只股价 从当时的三十块 调到101块 造成了101事件 这个事在网上呢 就是做基金经理的啊 全都知道这件事 他有一个这个电话会议 当时在电话会议上 所有的基金经理 就是好像很对之股票的 基本面和未来的煤的价钱 好像很了解的人在抨击他 把他就是博得体无完肤 因为什么呢 他这个101块建立在一个metrics 一个这个这个这个 估值上面啊 是应该那个煤价啊 应该是150美金一吨 现在是多少 前两天串了新高的是85 什么意思呢 他是唯一的在这个市场上提出来煤荒的 你没听过这个 你听过水荒 什么什么石油荒 对吗 他是煤荒 神华这只股票在香港 吹顶 他的股价是49块钱 49 50这之间啊 中国的大陆呢 是在8080到90块钱之间 因为他说A股和H股同时上市 对 那你就看大概有40%到45的价格的这个盖 不同 空间就是就是香港比那个中国那些便宜40% 同一只股票一模一样的管理层 所以说我看公司呢就是这么看的 为什么呢 你先看的行业 不是 你再看这只股票在这个行业里的定位和地位 对 你要是这么说了 我们千万观众都去买了这个股票 那到底谁谁会亏钱 那大家都赚钱了吗 因为这只公司他的基本面 他的未来的盈利潜景 他的这个地位和这个对煤的需求是如此的殷切 所以我们讲究周期他已经低迷了很久了 他的周期是从现在开始起飞的周期 所以说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持有他三到五年 只要这个周期对这个煤的需求